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 今天周老师又为大家带来一本绝世好书 这是周老师多年前看的一本书 周老师通过这本书呢 可以这样说让我们人生上了一个境界 让我们公司上了一个台阶 这本书是由我们20世纪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人写的 杰克维尔奇先生的句作 叫做《商业本质》 《商业的本质》 是杰克维尔奇亲笔所写 那今天周老师就带你走进杰克维尔奇的世界 首先呢今年呢是2020年 有一天呢我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噩耗 也就是在一个多月前杰克维尔奇先事 确实让我们很悲痛 因为杰克维尔奇应该说是管理界公认的 全世界上市公司的扛骂力 周老师特别特别喜欢杰克维尔奇 而且周老师本人曾经在七年前上过他的课程 他曾经来到中国开过一次这个管理者的峰会 我记得很清楚 在深圳的大中华国际教育广场 那么杰克维尔奇呢是通用电器的CEO 通用电器呢是世界 全世界最早的这个上市公司之一 创始人呢是艾迪生 艾迪生创了一家上市公司 叫通用电器 杰克维尔奇是通用史上最年纪的CEO 那首先要讲这本书要一定要讲到这本书的作者 杰克维尔奇在坊间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话说杰克维尔奇加入通用以后工作特别特别棒 很受领导的赏识 老总裁想退休 有一天呢老总裁找了几个有可能继任总裁之位的年轻选手 然后坐飞机 当飞机飞上云霄以后 突然这个飞机失势 没有油了 准备要迫降 而在这个时候呢 整个飞机上只有一把降落伞 然后这个通用的老总裁就把继任者三个人都叫过来 一个一个叫 你觉得这把伞应该给谁用 前面两个继任者都告诉他说 这个应该给总裁用 因为通用不能有总裁啊 当到杰克维尔奇的时候 当老总裁问杰克维尔奇这个问题的时候 杰克维尔奇没有说话 沉思了大概20秒 然后杰克维尔奇非常郑重的告诉老总裁 我觉得这把降落伞一定要给我 因为只有我可以拯救记忆 可以拯救通用 当老总裁听到杰克维尔奇这样讲的时候就知道 他就是他要选的后继之君 杰克维尔奇没有辜负老总裁的厚望 上任基翼以后 帮助基翼的业绩那是翻了上百倍 让基翼从几百亿变成了几千亿的市值 然后帮助基翼这个打包从重组上市 N多个旗下的产业重新打包上市 杰克维尔奇也可以称为20世纪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20世纪最大CEO 杰克维尔奇曾经写过一本剧作叫赢 那这是赢背后的最后一本书 商业的本质 我们今天很多中国的企业家 不管是马云 不管是冯伦 不管是有船只 不管是任登飞 都在喊要让企业回国本质 而在2016年的时候 杰克维尔奇就写了这本书 商业的本质 当你要搞商业 要想赢 你如果都搞不懂商业的本质的话 你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存活 你也不可能做大 那商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翻开 杰克维尔奇这本书 我给到来 让我们来看一看 杰克维尔奇是如何 把他管理记忆 40年的经验浓缩到这本书里 首先讲一下 2005年全球畅销书 已经出版后 经历了俱乐的变革10年 也就是互联网 彭博发展了10年 这10年 杰克维尔奇访访了世界各地 大小不同的行业公司 给这些公司提供了 商业领域的教学和资深的服务 深度接触了数百家企业 商业的本质是由杰克维尔奇 对过去十几年 商业变革的反思和总结 他提出了技术革命 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和诸多杂音 但是作为管理者 不能够迷失商业中最核心的东西 在当下新商业环境下 就想赢必须要回到商业的本质 然后这本书真的讲得非常非常好 真的是开篇有益 一共有三篇 三部分所组成 第一篇讲商业篇 讲的是杰克维尔奇 把自己管理技艺几十年的所有的经验 全部写到了这个篇幅里面 教大家如何能够让企业回归商业的本质 第二部分叫团队篇 杰克维尔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领导力2.0 如何建立一个卓越的团队 第三部分是职业管理方面 我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 如何走出世界的低谷 心若在一切皆在 那我们就正式来解读这本书 这本书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 这一段我给大家简单的复述一点 杰克维尔奇强调了公司的使命和价格观的重要性 比如把培养团队让下属成功作为企业 比如坦诚的沟通 商业的本质是一项团队运动 杰克维尔奇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做好商业 一定是靠团队 强调了团队二字 同时既然是运动那目的就是要赢 杰克维尔奇给我们更多的是赢的态度 是通过抓住管理学和商业上的本质的东西走向赢的一个路径 那这本书真的是显得非常好 而且杰克维尔奇先生告诉我们说 一个企业如何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而走向辉煌 他给我们讲了三个阶段 创业的三段论 第一段叫正确的赛道 作为创业者必须要在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上运作你的企业 因为创业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游戏 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彻底想到才能开始 就是你选择的赛道是否正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一旦大的方向错了 再多的努力都是白费 甚至执行力越强 结果越糟 什么是正确的赛道 用周老师的话来讲就是轨道 这件事业是不是你热爱 是不是你的轨道 它能不能把你的天赋发挥到极致 选错赛道了再努力都错了 因为选择大于努力 这是创业者的第一个步骤 那第二个步骤呢 打造合适的团队 记住 不是最优秀的团队 是最合适的团队 一旦找到了正确的赛道 要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靠的不是管理者本人 靠的是一个卓越的团队 找到最合适的人 塑造最好的企业文化 激发出员工最大的潜力 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计划 并服于行动 管理是一门艺术 更多的是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我觉得这方面说的也非常好 当一个老板 选了一个正确的赛道 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这条轨道可以把他的天赋 和这个色爱发挥到极致 然后就达到一个团队 那这是第二步 第三点 运气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不仅仅是创办一家企业 一生中很多的事都是螺丝 当我们把所有能够想到的 谋划到的事情都做到极致的时候 也找到了最适合的团队 跟我们同周共济的时候 剩下的交易运气 杰克维尔西说 这个 我喜欢玩扑克牌 玩扑克牌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换句话讲就是 我觉得这一点跟周老师家里关特别吻合 那就是 谋事在人城市在天 我们做事尽人事尽天命 当我们百分之百的权力以赴 去努力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成不成看天意 我觉得这一点 杰克维尔西真的是很高明 就像这个新东方创始 林敏弘先生讲的一样 他经常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是杰克维尔西他不觉得这是崩溃的边缘 他觉得不管是赢格书都是一场游戏而已 他把商业当成了一场游戏 他认为商业的本质就是一场游戏 所以我只需要做好自己权利付 剩下的就交给运气吧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心态特别好 创业比较心态好 那杰克维尔西提出来 活力 鼓动力 决断力 执行力 和激情 是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 必须具备的能力 一个美大的管理者 他要充满活力 充满对团队的鼓动力 充满了决断力 和执行能力和激情 是你带好团队最核心的秘诀 其实周老师为什么能够创业成功 一 我选好了我的赛道 我的天赋就是要做教育培训 我就是要传播财商 二 我打造了一个合适的团队 三 我的运气比较好 周老师的这个 这个带团队的能力 用杰克维尔西的话来讲 叫煽动的能力 鼓动的能力 这种对事业的热情和追逐 我觉得真的讲的特别到位 讲的特别到位 这本书真的值得大家去看 好 我们继续正式走进这本书 杰克维尔西说 那我们做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其实最重要的本职工作 就两件事 一件事是管理 另外一件事叫做领导 他用了整本书的篇幅 讲了很多的精彩的案例 其实就为了告诉大家 学会两种能力 一种是管理的能力 一种是领导力的能力 包括杰克维尔西本人 他自己也成立了 杰克维尔西管理商局院 专门是讲 这个管理的能力 因为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讲 你必须要学会管理团队 那管理团队应该怎么去管理呢 说实话 我们很多很多老板都是这样的 自己做企业的时候 哇 自己做业务的做得非常好 结果企业员工一大 他不会管理了 那管理最重的核心是什么 杰克维尔西就用了三个字 就把管理能力讲清楚了 他认为什么是管理 你在外面听到的所有 关于管理的解释 全是假的 全是不落地的 他认为管理就是三个字 你把这三个字搞懂了 你就搞懂了什么是管理 叫做协同力 说实话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这个词 我听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新鲜 因为我没听过 什么是协同力 杰克维尔西用一整篇的时间 来讲了什么是协同力 什么是协同力 协同什么 他说协同就是协同三个东西 一使命 二行动 三结果 所谓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就是要成功的把一个公司的使命 行动和结果 协同起来 当你能够把公司的使命 行动结果 协同起来的时候 这个公司就能创造结果 公司的高层 这个是要制造 这个问题的人 他要他要他要编写公司的这个使命 那公司的终成就要大量的行动 那公司的基层就要必须要拿到结果 那什么是使命 杰克维尔西说 使命决定了一个公司要抵达的终点 也就是说你要到哪里去 以及为什么要去 我们为何而战 这个很重要 当你带着一个团队去做一场业绩 做一场战役的时候 你首先要解决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 是为了使命而战 就像马云先生经常讲那么一句话 我们所有的阿里人是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战 哇 这个使命真的是让别人热血燃烧啊 同样 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完成这个使命对每个员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他会给你讲使命 他会给你讲愿景 他会给你讲价值观 他会给你讲名 他会给你讲利 他会把使命和名利全部穿起来 全部协同起来 那什么是行动力呢 行动力指的就是 员工思考探索沟通和做事的方式 使命不是要挂在墙上招来灰尘 而是要让大家付出实际的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让你的企业拿到结果 那第三个就是结果 结果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顺利推行 我们所说的结果是指我们要根据员工是否认可使命 是否愿意推动使命 积极完成工作效率来决定给予他升迁和奖金 甚至他拿到公司的期权 甚至成为我们公司的股东 我觉得真的周老师研究管理学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听到协同力这个词 那我特别特别震撼 他真的是一语道破了管理的最高境界 协同力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能力 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协同力 任何一个大企业公司的管理者 他都是一个协同力的高手 然后这个杰克维尔奇举了很多的例子 来讲什么是协同力 这样吧 我用我当年是如何运用商业本质这本书的 我会讲我是如何运用这个杰克维尔奇的协同力的 让我的生命谈到另一个境界的故事 来给大家解读如何运用杰克维尔奇这一章的内容 曾经的周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做过26分工作横跨12个行业 做过5个行业销售冠军 我觉得我特别优秀 我觉得当别人夸我 周青强你这优秀的时候是在夸我 你知道吗 但是有一天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从商业本质这本书里面读了第二个字 杰克维尔奇先生说比优秀更重要的是卓越 优秀的是人卓越的是团队 换句话讲优秀跟卓越完全是两个境界 是两个层级 如果你在机场 你可以追求优秀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甚至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乃至创始人 你必须要上市场卓越 什么是优秀 什么是卓越 周老师曾经对优秀和卓越下过一个定义 什么是优秀 优秀就是能够把说的是做好的人叫优秀 优秀的人就是负责做事的 就是负责解决问题的 我们公司的基层就应该培养优秀 就应该让他优秀到底 相信自己优秀到底 这是周老师以前对自己的口号 但是当我成为企业的掌门人的掌舵人的时候 我发现这是不对的 优秀是骂人的意思 我必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什么是卓越 优秀是能够把说的是做好的人叫优秀 那什么是卓越 卓越是让你手下的所有人都把事做好 你才能称得上是卓越 我不知道在职场里面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这个人很会做业绩 非常厉害 但是当这个人被老板选中带部门做经理的时候 他整个团队都开不了单 只有他自己能开单 他只是个优秀人 他不配带团队 而有一些部门的老大 他不会做个人业绩 但是他很容易鼓励他的团队开单 一个不会开单的业务员 到了一个卓越领导人的手上 他可以变成一个开单的托布塞尔斯 这就是卓越 换句话讲 优秀的人是负责做事的 而卓越的人是负责做人的 把人做到极致就不需要做事了 你必须要上升到卓越 作为一个管理者 杰克维尔西告诉我们说 你必须要上升到卓越 只有上升到卓越的人 才能达到一个卓越的团队 我们没有提出我优秀的团队 我们只听说我优秀的人 但是没有听说我优秀的团队 所以是因为杰克维尔西这本书 让周老师从一个优秀的人 变成一个卓越的人 让周老师的公司从优秀 踏成另外一个台阶 可以这样给大家讲 那具体怎么样 把自己从优秀的境界 拉升到卓越的境界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三个字 协越统立 为什么这个人是个优秀的人呢 因为这个人势皮公轻 就像诸葛亮一样 势皮公轻必须要自己干 叫优秀 但是像刘备这样的人 他可以把各种各样的难 聚集会一下 那他就是卓越 换句话讲 刘备具备协调的能力 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工作 分为两种工作 一种叫做事务性的工作 一种叫做 这个协调性的工作 如果说你每天做的事 全是事务性的工作 那么你只能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而如果你每天从事的工作 是协调类的工作 你就有可能成为卓越的人 你从事的是事务性的工作 你能否成功评判标准 就是你能否把这个事给完成 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如果你做的是协调类的工作 你这个事能否成功 不是取决于你 是取决于别人 你的协调能力 用杰克维尔西先生的话 就叫协同力 你可以把正确的人 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 而且杰克维尔西告诉我们说 应该协同什么 就协同三个东西 大家可以画一个金字塔 塔尖是两个字叫使命 另外两个塔叫 一个是行动 一个是结果 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 就是协同这三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 公司要有使命 一个公司没有强烈的 使命愿景价值观 这个公司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你们非要问我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的话 商业的本质就是使命 商业的本质就是使命 愿景价值观 当年的通用 不是第一家生产出灯泡的公司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之前 已经有无数的企业 发明了灯泡 而为什么通用电器 靠灯泡上市了 因为很多人发明的灯泡 是为了照亮自己家 是为了照亮自己那个村 是为了照亮自己的国家 而通用电器的使命是什么 让世界亮起来 让世界亮起来 朋友们 为什么沃尔玛 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超市联所 它的使命是什么 天天平价 为什么阿里巴巴 能够成为一个 市值过万亿的集团 因为阿里巴巴的使命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马云去到任何地方演讲 当别人问他阿里巴巴 为什么成为 他永远讲这句话 使命 愿景 价值观 在杰克维尔奇这本书里面 杰克维尔奇用了很多的篇幅 在讲使命 愿景 价值观 当一个企业 没有自己的使命 愿景 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企业不可能长久 商业的本质就是道 商业的道在何方 就是使命愿意价值观 就是造福人 这就是商业的本质 你必须要有自己强烈的使命 那当你有了强烈的使命以后 你应该如何把使命 能够变成价值观呢 不是说因为这个口号 阿里可不是不单就一句话 天下没有这样的生意 他还有愿景 我们要成一家什么样的百年企业 他还有价值观 价值观是用来做这个KPI考核的 要量化到每一个指标 协同力靠的就是这个KPI 你们要明白 通用电器作为世界上 最老牌的第一批上市公司 他能够存活到现在 就是靠这个KPI技巧考核 换句话讲 通用电器就是因为 杰克维尔齐协同力 对协同力的理解 把KPI技巧考核 大通到员工身上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理解什么是协同力了 咱们今天 比如说吧 阿里巴巴 他的使命 愿景价值观 他的使命是 让天下命运动的生意 我们要成就顾客 我们要成就企业 我们要客户至上 但是光有这些口号是没有用的 员工他不会去执行的 机场不会去执行 那不就断贷了吗 我们作为管理人 通过协同能力 就这么说吧 公司分三个层级 基层 中层和高层 高层就是负责 引领公司信仰的人 也就是制定 我们公司的使命的人 对吧 那基层就是负责 做事的人 而实际上 高层是接触不到客户的 是需要基层 接触客户的 换句话讲 你这家企业 到底是好还是差 不是靠老板决定的 是靠业务员决定的 因为 因为顾客 他接触到你公司的业务员 决定的 他对于公司的看法 那对于公司的 中层领导 就非常重要 就是杰克威尔西讲的 协同力 必须要通过协同力 把高层的使命 和基层的行动 和结果捆绑起来 所以画一个三角形 写上三个字 使命 行动和结果 那怎么样能够 把使命 行动和结果 协同起来呢 阿里巴巴就是PPI 就是绩效考核 用马云的话来讲 就是 就是使命 愿景 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 阿里巴巴 曾经有使命 但是他没有愿景 也没有价值观 阿里巴巴也没有PPI 绩效考核 阿里巴巴一团乱 所以当时 马云就 从杰克维尔奇公司 挖了个主裁过去 是吧 这个人非常厉害 叫郭明生 把他挖到阿里以后 帮助阿里 制造出来 独孤九届 把今天变成了六脉神剑 这就是阿里巴巴 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 是哪九个呢 客户第一 团队合作 教学相长 质量 简单 激情 开放 创新 专注 提到这九个 可能很多人很陌生啊 因为你会发现 这九个好像跟阿里 关系不大呀 我告诉你 这九个 最少其中有一半的价值观 就来源于通用电器 我研究过通用电器 我看过杰克维尔奇 所有的书籍 当我第一次研究阿里巴巴的 商业模式的时候 我看到阿里巴巴 独孤九届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团队合作 教学相长 质量 开放 创新 专注 这几个全都是 当年通用电器 最引以为傲的 PPI技巧考课 换句话讲 马云只是 把关明生请过来 关明生把 因为那个时候 阿里还没有 形成自己的文化 他把通用的文化 带过去了 当然了 到现在为止 几乎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在阿里巴巴已经变成了 六万十年 这六个已经完全变成了 阿里自己的东西 这是后话 但是前期 你不可否认 为什么每一个阿里人 都能够像马云一样 身上有那种强烈的使命感 让顾客能够感受到 阿里巴巴真的是在做一件 人力优势 以来最重要的事 所以才有这么多客户 愿意支持阿里巴巴 其实就是因为 KPI技巧考核 在阿里巴巴 这个 你要想升职 你要想晋升 你要拿到公司的股权 你要每一天 都要给你打分的 KPI就不用说了 就是技巧考核 要完成结果 那价值观的考核 和KPI考核 一样重要 用杰克梅尔奇的话来讲 用马云话来讲 叫做 一个员工天天为了开单 不择手段 哪怕他做到公司第一名 这种员工要开除 叫做猎狗 这种员工不行 我们不要这种员工 我们要什么样的员工 我们要的是 他既能够做到公司第一名 他又能不损害公司的长期利益 他又能够完成 我们的价值观考核 马云这九个指标 是每个员工都要打分的 比如说客户第一 你有没有违犯客户第一 如果你在做单的时候 违犯了客户第一 你是要被打差评的 如果你的分数是低于 低于一个分值 你是要被开除的 你是拿不到奖金的 你是更不拿不到股权 你更得不到升迁的 换句话来 你一直做的再好 没有用 B 价值观考核和KPI考核 同样同样 就是因为这套东西 让阿里巴巴崛起了 而阿里巴巴是跟谁学的 朋友们 记忆 他是跟 他是跟 杰克维尔奇学的 杰克维尔奇的协和力 就是杰克维尔奇的协和力 能够 让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 能够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 用 用 这个杰克维尔奇的话来讲 使命 行动 和结果 全部合为一体 这就是协和力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 这就是最高性的 这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 如果你管理过企业 你就明白了 一个老板 胸怀大志 就像周老师一样 对吧 周老师想让一体家族实现财富 只有身心付出 我真的是想传播财产 我真的是想帮助 我更多人 结果我的员工 为了开单不择手段 甚至欺骗客户 那你告诉我 这个公司怎么可能长久的 那为什么他愿意欺骗客户呢 很简单嘛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 只有KPI考核嘛 没有价值观考核嘛 换句话讲 我们只看业绩嘛 谁做到第一名 我们就讲谁嘛 谁就能 发财嘛 而在 记忆 而在阿里 不是这样子的 你的业绩做得再好 不好意思 只占你升值加薪 50%的标准 还有一半 靠的是你的价值观考核 这是在周老师 看完商业的本质 这本书以后 我学到了协同力这个词 我再次去到了阿里 巴巴 参观他们的企业 看到他们的企业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 这套东西太有名了 我马上把它落地到了我的企业 我公司瞬间就改变了 这就是协同力 这就是协同力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 杰克维尔奇先生 真的他 就这一个点 让周老师上升了另外一个境界 让周老师的公司 上升了另外一个台阶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协同力就这么厉害 这就是协同力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你最应该学的就是协同力 协同什么 把公司的价值观 把公司的使命 跟集成员工的行动 和结果协同起来 帮助公司 既拿到结果的同时 又不损失公司的长久营门 这才是最牛逼的管理者 这个当然了 杰克维尔奇也举了很多的故事 他也有提到阿里巴巴 和华为的故事 然后大家可以认真看 那本书啊 那OK 除了协同力以外 这个 这本书里面还讲了一个能力 叫做领导力 2.0 在杰克维尔奇先生认为 作为一个题的管理者 必须要学的两个能力 一个就是协同力 第二个就是领导力 那什么是领导力呢 关于领导力 你在学校和职业生涯 肯定听过很多大道理 在这一章我要求你只记住两句话就够了 一 真实和信任 二 不断的探索 真实 不断的建立信任 在那么多领导力高深的理论 到了杰克维尔奇先生这里 就一句话 就是真实和信任 一个领导最关键的就是要真实 就是要得到下属的信任 在这一章我们提出来 公司领导者 必须要确定一个鼓舞人心的使命 并且向全公司人讲清楚 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用协同力这个词 将使命和行动联系了起来 指出如果员工接受了公司的使命 并且用自己的行动 推动了使命的成功落实 那么领导者要给予奖励 这样往往就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协同力 很简单 公司的领导人 在这个杰克维尔奇看来 就是要懂得叫做首席解释官 他在这里有那个词 这个词很高级 叫首席解释官 既然你是公司的步道者 既然你是公司的信仰 你就必须要把公司的道 也就是公司的使命 讲清楚给全公司所有人听 而且要让他们信任你 让他们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我们完成这个使命 是对这个社会有触及作用的 是对我们每一个员工都帮助的 然后让这些员工去打热的行为 拿到节目 然后除了讲到这几面 我还提出了五项 这五项可以当做这个化肥和肥料 一 领导者要体谅下属 领导者要满怀热情的关心下属 明白如何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因为你们一定要明白 咱们公司真真正正正负责打仗的不是咱 是咱的下属 所以咱必须要体谅下属 体谅下属 才能够激励他鼓动他 让他去上战场给他拿结果呀 对不对 好 二 领导者要将自己视为首席解释官 领导者要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动 为团队解释公司的使命和索取的行动 让团队成员明白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明白工作的意义所在 这句话就不用说了 杰克·维尔奇在公司扮演 这个角色扮演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他要天天演讲 包括马云 为什么要天天在公司内部讲 要去外部讲 他不但要告诉自己公司的内部人 他们的使命 还要告诉公司的外部 要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CEO的政务啊 曹古斯也在干这样的事 杂克·伯德也在干这样的事 这个比尔盖斯也在干这样的事 于敏洪也在干这样的事 周老师也每天在干这样的事 那你有没有干的 来 这就是提升你领导力最快的方法 第三 领导者要为下属的前进道路 扫除障碍 领导者要 为下属清除官僚主义作风 和其他愚蠢的 愚蠢的这些规定 你们知道 杰克·维尔奇 上任CEO以后干了两件事 就这两件事 让机翼通用电器这家公司 机构庞大 光管理人员都有几万人的这个机构 根本都已经做不到这个 这个上厅下麻了 他大刀阔斧 就两个战略 第一个战略 数一数二战略 什么要数一数二战略 咱们通用电器已经做了几百年了 有无数个分公司 有无数个项目部 他发现大家根本不能全力以赴 去做一件事 很简单 只要这个项目不能做到全世界第一名 全砍掉 这叫数一数二战略 大量裁员 第二 第二 因为很多公司都始于扩张 对吧 然后第二都始于多元化 第二战略 你们知道第二战略是什么吗 更有逼 群策群力 在杰克·维尔奇以前 总裁根本听不到业务员的声音 也听不到管理员的声音 只能听到领导者的声音 而杰克·维尔奇做的一件事 打破中间所有的官僚 咱们所有开会 咱今天开会 基层中层 咱们代表一起开 谁给公司做的建议好 咱就听谁的 叫群策群力 用群众的力量 因为你一定要明白 在我们整个公司 谁最了解顾客 谁最了解消费者需求 不是咱 是咱们今天 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第三个战略 六十分全顾 我告诉你们 杰克·维尔奇太体量下属了 体量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讲一段真实的故事 为什么王氏能够去爬山 能够去读炎兵 就是因为当年的万科 所有事都是王氏来负责 后来王氏也向杰克·维尔奇学习 讲到这你就知道了 王氏也在向杰克·维尔奇学习 马云也在向杰克·维尔奇学习 这个王氏是公司的CEO 所有事都要自己做 结果呢 他突然想想 现在这样自己要爬山了 对吧 不行啊 这样做不好啊 这样吧 交给余亮 余亮你做CEO 我做董事长 我不管事了以后 余亮很开心啊 结果第二天 这个开会的时候 他又去了 然后他在余亮认为没法发言啊 他说那我不开了 第三天不开了 结果余亮开完会 我马上把余亮叫我 来你今天开了什么 我讲一讲 余亮说今天开会 决策的几件事 一二三四五游戏 马上是一看 这个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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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说 第三天还是这样 第四天还是这样 第五天这样 到了第六天 请问你的下属还会做决策吗 直接就是这样 董事长这样 你说这件事 怎么干的 王氏突然发现不对呀 咋干了一个多月 我还是在做CEO的事啊 突然想到了 杰克雷二七讲的 第三个战略 六十分全过 要百分之百的相信下属 鼓励下属 为下属扫清一切障碍 六十分全过 什么叫六十分全过呀 只要下属的战略 你今天 你想培养余亮 成为企业的操牌手 对吧 你想退了 你想退去二线了 你天天管着他 他余亮什么时候都承担起来呢 那余亮怎么才能承担起来呢 非常简单 就让他放手自己做 王氏就把余亮叫完 说这样 以前是我错 从今天起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做的角色 不需要将我汇报 结果当余亮 大刀过腹 开始对曼克进行改革的时候 当那个方案 拿到王氏手上的时候 王氏一看 我靠这个 在一个最少的帮公司少赚一百亿 但是 王氏没有说话 因为王氏想到了 结合的两期 六十分全过 要让你的下属犯错 因为只有犯错才会成长 在座各位 为你的下属赏道 铺满道路 你们知道吗 虽然余亮摔了胶 但是余亮成长 余亮把万科带到了千亿的规模 余亮让万科成为了世界第一名的房地产销售公司 不是我们见面的 他会来谈谈公司的 现在什么情况 我听着感到非常非常喜悦 他是不是达到了 你心目中的预期 超预期 是吗 超预期 所以事后啊 王氏回忆起来这一段 还经常讲 真的 杰克维尔奇太牛逼了 他这套管理学的东西太牛逼了 太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要怎么授权 就是要 领导者就要为下属的前提扫清障碍 当自己是这个障碍的时候 把自己扫清除 就这么狠 就这么狠 第四条 领导者要愉快的展示慷慨基因 当下属取得良好业绩的时候 领导者要慷慨的公开的庆祝 给他发奖金 给他给予竞生 给他表扬 给到下属的荣誉感 因为你不要明白 优秀的人要的是荣誉感啊 你们知道当年乔布斯 就是因为没学到这一条 你们知道乔布斯当年 为什么会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赶出苹果吗 就是因为乔布斯是一个非常自恋人 当他那个工程师发展了一个创意 告诉他的时候 他很 他说行不行我知道了 不要说了 明天我说 第二天的梅飞色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那是工程师的下属的 他跟下属抢荣誉感呀 直到最后他的下属都纷纷离止 到最后大家一起把他给赶过苹果 当然了 后来当乔布斯再次回味了 他也决起了 优秀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 因为优秀的人活在荣誉感这个为止 他就要荣誉感 那你还把他荣誉感抢了 他怎么会优秀呢 卓越的人要的是责任感 对吧 那我们领导层呢 我们领导者呢 我们领导者要的是什么感 使命感的 只要能完成使命 我们的下属 我们可以给他发钱 给他名 给他利 给他荣誉 所有的些都给下属嘛 你一个老板今天跟员工抢单 你一个老板今天跟员工抢荣誉 这企业能做大吗 当年周老师 跟我的一个服务师成立一家公司 结果年终分红的时候 我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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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员工来找我 老师太爱欺人了 竟然他们作为老总抢我的单 把我的分红给我抢走了 他说我到现在才知道周老师是全天下最好的 我在心思想上班这么多年 老师每一次有的业绩 都从来不自己拿提醒 都给我 结果到了这里 这个老板把我的业绩全抢走 你这怎么搞 要想成为一个领导者 必须要愉快的展示慷慨基因 就像我的太太杨老师一样 他在做经理人的时候 就不做个人业绩了 只要自己开单都挂给他 挂给他下面的业务员 让他业务员赚钱 鼓励他们的业务员赚钱 这样他才能拿管理提成了 才有更多人愿意跟他干呀 不就这么回事吗 很多经理做不好 经理就是这么这样的 做业务员的时候 自己开单拿提成 做经理以后提成下降了 就拿管理提成了 结果就自己偷偷开单 公司不由于开单 就挂到业务员身上 业务员开单以后 他自己拿提成 找那个业务员要提成 你想想业务员会怎么想你 我们老大根本没有格局 没有境界 天天跟我们抢客户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热议 叫安家 有没有看过 安家 你看看安家两个人 对吧 一个是姑姑 那个店长 有单都给下主干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谁 就是孙力衍的那个 房司警 有单不是自己干 还要把下面的单 抢到自己手上 自己拿提成 你让人家怎么愿意 跟随他呢 这就是 杰特威尔西的管理之道 第五 管理者要确保下属 快乐工作 领导者要创造一个 轻松愉快的环境 要为员工的进步 举行庆祝仪式 这一条太有别了 在我们公司 这一条叫快乐机制 任何一个员工 来到你的公司 他如果天天只是工作 工作工作 枯燥 他都不想干了 你要给他营造 营造轻松的工作环境 要开心 要happy 要聚聚餐 带他们出去玩一玩 我们公司 我们的胡总三军总司令 对吧 每天 在大家压力 那么大的前提下 每天有一个 刘老哥大舞台 让大家一起 给大家一起嗨 大家一开心 就释放 真的是这样 领导必须要 给下属一个 快乐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这领导力 这五条真的是绝了 太牛逼了 这就是核心中的核心了 一 体量下属 关心下属 对吧 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二 领导者将自己 视为首席解释官 一定要把公司的 使命 愿意 价值观 给员工讲清楚 讲到他信任你为止 对吧 要让他大胆的去行动 去拿结果 三 领导者要为下属的前进 扫屏一心掌 懂得授权 六十分全过 哪怕自己是这样 把自己扫清楚 杰克贝尔西不是这样的人 杰克贝尔西不是退休的 他自己在 进入有退休 要给他 要给他进入者机会 王氏也是这样的 对吧 第四 领导者要愉快的展示 慷慨基因 对吧 夸他 给他荣誉感 给员工 第五 领导者要让员工开心快乐 就这么说吧 领导者具备了几个能力 总结了一下 杰克贝尔西 一 活力 必须要有活力 二 鼓动力 你必须一讲话 瞬间要点燃员工 三 执行力 你首先自己的执行力 要很强啊 第四 决策力 第五 要有激情 而且要把这五个能力 复制给自己的员工 所以我觉得真的 如果大家用心的看完这本书 用这本书的管理方式 和领导力的方式 来去管理自己的公司的话 那 那咱们的公司业细真的会变成 你的公司真的有可能会自动化运营 你的公司之所以今天不是你的资产 不能够自动化运营 就是因为你还在优秀的维持 一个优秀的人手机下 只能跟着你一场普通的人 你必须要进到卓越 卓越才能够培养一批 大批优秀的人为你所用 你必须要上升到辉煌 才能够让优秀的人和卓越的人 都能够为你所用 优秀是做事 卓越是做人 辉煌是做局 而杰克维尔齐这本书 就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辉煌的人 商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商业的本质就是一个企业的使命 愿景 家里外 商业的本质就是造福人 商业的本质就是经营信任 经营员工对老板的信任 员工对企业的信任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商业的本质就是协同力 就是要协同作战 对于公司来讲 不就一个东西吗 就是产品 怎么把产品或者服务 卖给自己的顾客 产品 要怎么卖给顾客 要通过员工 那换句话讲 一个企业就三个角色 一个是领导者 就是老板本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团队 也就是自己的员工 第三个就是自己的顾客 那产品只是个媒介 换句话讲 你通过你的协同力 首先是使命了 首先肯定是使命了 你卖产品不是为了赚钱啊 如果你卖产品 只是为了赚钱 赚钱是成为不了强大使命的 那今天员工没有钱给你干 那赚到钱以后呢 马云十八楼汉 当年没有钱 愿意跟着马云干 今天有钱了 还愿意跟着马云干 肯定因为不是钱了 因为是使命嘛 对吧 肯定是更大的东西啊 所以 你必须要 看完商业的本质以后就知道了 商业的本质就是使命 就是造福人 你必须要找到你企业的道 你企业的使命 愿景 价值观 然后训练自己的协同力 然后训练自己的领导力 商业的本质这本书 杰克维尔西先生 最少里面列举了 全都是案例啊 全都是案例 最少有 四十六个案例 全是上过杰克维尔西商学院的 这些学员的案例 那些学员 是怎么样 在企业没有使命的时候做不好 有了导入使命以后 企业开始腾飞了 团队管理者不懂得协同力 当懂得管理协同力以后 怎么腾飞了 然后团队的领导力 没有领导力 当有领导力以后 团队企业问题怎么得到解决的 当然了 书中里面也有 杰克维尔西对人生的理解 他认为人生活着 就是一场修行 做企业也是一场修行 修心 遇到任何的问题 只要你开始修心 找到本质 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在这里 就这么说 看杰克维尔西的书啊 有一种 有一种很通透 达到质检的感觉 真的是让你看到激情澎湃 而且真的好用 我总结了一下 送给大家一句话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之所先后则尽道理 这句话 大家如果能够听懂 就听懂了商业本质 什么叫做物有本末啊 一个物体是有本和有末的 事有宗史 每一个事件都是有宗有史的 之所以先后则尽道理 做企业就像种树一样 我们都想要那个树 给我们开花结果 对吗 想要树开花结果 总是关注那个 那个树怎么还不开花结果呀 为什么这个树怎么这样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看得到的 都是有看不到的所决定的 那个树干你看得到 树枝你看得到 但是树根你看不到 树根埋在地下的那些 才决定的那个树 能不能长好 想让树开更多的果 就往树枝上浇水 那是没有用的 要往树根上浇 这样的话能听懂吗 做企业就如同种树 一样一样的 一个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就是树根 长树先长根 利人先利德 根乃树之机 德乃人之本 一个树没有根 这个树就如水中浮萍 那风一吹就倒了 对还是不对 根都没了 那还不枯萎吗 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使命 只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企业就没有根 就像树没有根一样的 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不是我们需要顾客 所以我们会存在 是因为顾客需要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存在 企业的本质就是 让顾客用了我们的产品 过上好生活 商业的本质就是造福人啊 不是赚钱啊 只要你造福了人 你就一定能赚到钱啊 能听懂吗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企业是如何重新到一的 硅谷精神 因为要创新 所以成功了 而我们很多人是 因为想成功所以去创新 本末导致了 颠倒了 用佛陀的话来讲 终生颠倒 还是那句话 物有本末 事有宗事 之所以先后 则尽到 真的 商业的本质 就是一本这样的书 杰赫维尔西先生列举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一个企业没有价值观 只为追求利润的时候 是怎么死 然后开始跟他学习以后 如何开始提升自己的 生命运营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企业又是怎么活的 这是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商业的本质 就是团队协助 如果我们用周老师的 道法素器来解释 来解读商业本质 这本书的话 那商业本质的道是什么 商业本质的道 就是使命愿景价值观 那商业本质的法是什么 商业本质的法就是一个字 是 趋势的事 企业必须要跟上这个时代 在杰克维尔奇操盘 通用电器的时候 这家公司已经存在几百年了 那有些产品 有些部门 有些项目已经不适合这个 这个这个时代了 就直接砍在就完事了 永远是做趋势 大势所趋 还是大势已去啊 对吧 你做的这些事是大势所趋的 就去做 已经是大势已去的 就不要做了 那第三 商业本质的术是什么 术就是方法 术就是管理团队的方法 你必须要达到团队 商业的本质就是团队游戏 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做错商业的 一定是靠团队 那靠团队你就必须要等到协同力 那继续 商业本质的气是什么 钱 事 人 事边万物 在杰克维尔西看来都是我做企业成功的工具而已 我今天企业的产品只是个工具 我今天赚钱只是个工具 我今天用人只是个工具 前世人在那看都是个工具 换句话讲 你看商业本质这本书有一种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有一种俯瞰商业的感觉 有一种俯瞰地球的感觉 就这种感觉 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读毛主席的诗词 对吧 就有一种俯瞰地球的感觉 就是因为毛主席他是站在本质 他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本质 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包括马云也是一样 马云从来没有想过赚钱 马云想的就是如何服好顾客 因为他知道只要服好顾客 我们一定能赚钱 所以阿里巴巴最早的使命业 有价值观 不顾酒见几乎全变完了 只有一条愿不愿客户第一 客户第一 员工第二 股东第三 永远是这样 当阿里巴巴去美国上市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理解 我是你的股东 你竟然不把我排到第一位 我们为什么买你股票 马云说你不买 你马云卖 你是我的股东 没错 我要对你负责 但是我更要对我的顾客负责 顾客才是我的一时父母 你是我的股东 你给了我钱 但是你给我钱是干嘛 是想赚钱 你要想在我这里赚钱 赚到钱你可能就跑了 你不会给我一辈子 而我公司的顾客 是会跟我这个企业走一辈子 所以顾客永远是第一 顾客第一 员工第二 股东第三 这就是马云阿里巴巴的价值排序 而马云跟谁学的 杰克维亚器 通用电器 因为阿里巴巴的第一任总裁 就是通用电器的 杰克维亚器的徒弟 官民生 所以在座的各位 就这么一讲 你瞬间明白了 马云为什么可以俯瞰中国商业 他请了一个俯瞰世界商业的人 来做的公司的CEO 他的公司怎么能不做大呢 就像于敏洪先生讲的一样 新工方为什么能够成功 对吧 花千万年薪 去全世界搜索人才 把全世界最顶级的人才 全部汇集到新工方 新工方打了一个国际的班子 瞬间俯瞰商业 这就是商业的本质 所以 真的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看这本书 你今天听周老师解读 说实话 听解读的目的 不是为了解读完以后 就不看书了 一定是听完解读以后 是周老师帮你选了一本好书 你一定要把这本书看一看 特别是你们想做商业的 你们想通过商业发家自负的 你们想创业 想成为企业家的 你不跟杰克维尔奇学跟谁学啊 杰克维尔奇被世界誉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CEO啊 不管是我们中国的史玉著 柳传志 冯伦 然后马云 于敏洪 都在向杰克维尔奇学管理 那不是盖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本书大家一定要看 真的 我几乎把杰克维尔奇 所有的书全部看完 我之所以能够这么了解 杰克维尔奇 说实话 就是因为研究他很多年 他的很多管理方法 都用在我的公司 比如说群策群力 全员生发的战略 比如说数一数二的战略 比如说这个 这个六十日全国的战略 很多战略周老师 都用到这种公司 而且在几年前吧 周老师有幸啊 能够见到了这个杰克维尔奇本人 能够去倾听他的商业智慧 我觉得真的是 挺受益的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真的 追随英雄 敬畏英雄 才能成为英雄 在这个时代 需要英雄 如果你想把你的企业做大 你必须得懂商业 站在全球第一CEO的视角 来俯瞰中国商业 瞬间崛起 看到这本书以后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也都知道了 周老师为什么能够从优秀进入卓越 从卓越进入辉煌 周老师的公司 为什么能够从一个 也是从一个普通的企业 凡是周老师要必须视力轻微 到现在能够传自动化越野 其实真的就是靠这本书 商业的本质 最后 也非常感谢所有六六所有会的家人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杰克维尔西先生 祝愿他的思想还能够影响后世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杰克维尔西虽然今天已经离开了我 但是他的书籍还在卖 这就是周老师讲的 当你生命当中还剩下最后一秒 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除了陪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以外 除了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以外 一定是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我们能为这个社会留下来什么 能为这个世界留下来什么 杰克维尔西先生已经先是 具足还在全球畅销 他不知道又能够帮助多少人 所以我觉得杰克维尔西 有些人虽然死了 他依然活着 而有些人虽然活着 他已经死了 如果今天 你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如果今天 你每天无所事事 活着就是在量费狼食 浪费这个世界的资源 说句不好听点 跟此了没什么区别 真的 这就是周老师看这本书的体验 包括杰克维尔西最后这一章写的 心若在一切都在 不管我今天肉体还在不在 只要我的心 这份大案的心在 一切都在 杰克维尔西走 但是杰克维尔西商学院依然在 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已经死了 他依然活着 而有些人虽然活着 他已经死了 我希望看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每个人 都很容易活着 记住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压根永远活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商业天才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一份 我们自己热爱的事业去做 去挥洒自己的热血和天资 人活着必须要做事 只有做事 才能够让你 能够真真正正的理解什么是修行 为什么道生客服 要通过做企业来修行 为什么马云通过做企业来修行 为什么乔布斯通过做企业来修行 你就明白 人活着的最高境界就是修行 而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借事修人 借价修正 当一个人不做事是会枯萎 就像周老师一样 我真的长这么大 今年32岁了 我从来没有修行过一天 以前天天上学 15岁初中辍学 就忙着找工作 忙着赚钱 25岁财富自由 进入教育评计行业 就想传播财商 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在家里修行过 结果今年疫情 可算是修行了 在家里修行了两个月 直到休息这两个月 我什么感觉 刚开始很兴奋 终于可以休息一样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生意在枯萎 我觉得我正在死去 所以我开始开直播 我开始继续分享 我开始继续站在舞台上 真的是这样 而且我再次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朋友说会 在今天这个人心浮躁的世界 说实话 你已经多久没有翻开过一本书了 我们都迷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我们在打游戏 我们在刷短视频 我们在看直播 我们在看电影 说实话 娱乐至死啊 朋友们 说实话 周老师也已经很久没有看书 但是因为有665为这个平台 我必须也录书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催我 老师你好久没有更新了 天天催更啊 以前周老师在农村 对吧 隔离在老家 没办法 那一来到深圳 马上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我们665为做客录书 所以告诉你们 一个人 人性就是懒惰的 知道吗 人性就是贪婪 人性就是懒惰的 要想成功 必须要自主 自信 自律 对吧 自信 自主 自强 自律 自律很重要 那怎么才能自律啊 我也不是个自律的人啊 每一个人都很难自律的 那怎么办呢 找个人来督促你 找个事来督促你 如果没有665为这件事 我觉得我今年可能还没有看一本书 真的 我发自废负给大家 以前是因为我要出差 我等飞机无聊 我必须要看书 对吧 以前是因为穷 逼着自己看书 对吧 要不就是因为备客 我必须要看书 对吧 我就是在逼自己成长 所以周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六六书会 因为六六书会在逼着周老师成长 逼着周老师看书 所以我周老师也做了个决定 我们在六六书会更新书籍会更快的 周老师准备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最少解十本书出来 我要解十本书你们知道吗 意味着我最少看一百本书 我要把我以前看的书里面再看一百本书 找一本最经典的书 我给你们推荐的每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最少看五十本书找出来的一本 因为我只推荐改静命运的 所以因为这本书曾经改静我周老师的命运 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每天要做事 不做事真的会哭 我会继续的坚持录书解书 六六书会我一定要把这个事业做一辈子 非常感谢我们六书会所有的粉丝 感谢杰克威尔齐先生 感谢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周同 爱你